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有内涵的包装来进行一场台式文艺复兴 其实水果是传统产业 对 所以在一个老街里面卖水果 看起来好像是不搭嘎 但其实它也是个传统行业 那只是我用新的手法去进行水果的销售 因为它有历史 有故事 那我们的水果也是有故事 而且它也产自于台湾各地的销售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应该可以呼应起来 传统东方的汉药常被称为良药苦口 但大部分年轻族群却不喜欢 如何让年轻人愿意走进中药行 创意显得尤为重要 时代变迁使这条街历经兴衰 一度还有存留危机 今年随着游客增加 文创商店进驻及老店面的更新 让迪化街慢慢复苏外 台北市独发局更宣布 二零一八年六月迪化商圈徒步区 正式上路 希望这些改变能让迪化街再现风华 夏天气温高 加上都市的热岛效应 让台北市真的非常的闷热 有人就建议应该要活化利用 台北市过去灌溉用的水准 让环绕城市的水准来为城市降温 并且打造出绿意台北 台北市是座热闹繁华的大都会 古罗马的水道都流下来了 可是我们在台湾 这个古老的水道要变成为重要的文化资产来去保护 确实相当艰辛 我们台北市有很多的水道 假如能够把它整理出来的话 很可能这个暴雨的雨量50% 就可以流存在我们现有的水道水体里面 也会降低这个都市暖化的这个热岛效应 都市丛林的热岛效应 显见水资源改善降温的迫切 有良好的认知和努力 水浸和都市结合 创造绿意生活是可以期待的 感谢观看